詞曲 李宗盛 我们的心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 以赞美进入你的愿 主要求主你亲自的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 主要我们的嘴唇要不住的赞美你 我们的嘴唇要不住的欢呼 因为主你已经得胜了 谢谢主 主要愿主你得最大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好吗 圣经说 当以感谢进入他的门 以赞美进入他的愿 不论是老哥 是新歌 快歌或慢歌 我们就是向神说 我愿意尊容你 我愿意向主你献上感谢 我要用我的气息 用我的生命 用我的四肢 用我的舌头 用我的嘴唇来尊容你 这是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 但是我们要向神献上 那感谢的心 谢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四肢想诱的心 天神感恩的心 天神感恩的心 为给十四肢想虔能神 因祂 此下独身子 主耶稣 基督 来献上 一起献上 献上 感恩的心 归给 只剩全能胜 因祂 此下独身子 主耶稣 基督 不停 软弱 这一轮更强 因从 这一车 负责 得以为主 已成就了 那时 无尽 温柔 这一轮更强 因从 这一车 负责 得以为主 已成就了 那时 来宣告 软弱 变更强 不停 软弱 这一轮更强 拼责 得以为主 已成就了 那时 若今 肯以为主 和 Joy 协责 得以为主 已成就了 那时 躲起 因求这一尘不负 我因为主已成就了 那是感恩 感恩 一起向神圣上感恩 感恩 再来唱感谢耶稣我们感恩 感恩 感恩耶稣 我们开口来感谢 开口来感谢神 开口来感谢神 我唱铃歌不用祷告 感谢耶稣为我们成就一切丰富的美好 耶稣的福今天要轻爆在我们当中 阿们 我感谢耶稣 耶稣我感谢祢 这一天我们呼求 耶稣我们赞悲 反过变高强 你成的照复苏 神迹比你的这一只 十分数天了你 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中间 赞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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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赞美神 很多人赞美神 很多ий 聖墙 求求神同在耶稣 我心恒我心恒 唯一的救助 唯一的救助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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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名差遣來是應當被稱頌的 他的名稱為Hosanna 是全地的君王 他要使那被爐的歸回 如同南地的水回流 他要使人心歸向他 因為他是慈愛的救助 他是救把我們的神 神的兒女要一起來高舉神的名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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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智高盛 我们高举大军王 H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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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智高盛 我们高举大军王 H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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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智高盛 我们高举大军王 H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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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fer H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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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与其高山 我能调去的主啊 Oh, stay in love 再次同行可以宣教 Oh, stay in love 为与其高山 我能调去的主啊 Oh, stay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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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告去耶稣 耶稣来告去耶稣 我们全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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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去耶稣 我们全心告去耶稣 耶稣来告去耶稣 来告去耶稣 我们全心告去耶稣 耶稣来告去耶稣 我们全心告去耶稣 耶稣来告去耶稣 耶稣来告去耶稣 耶稣に告去耶稣 我們全心告去耶稣 我们要祈祷 君王 不信 没得 耶稣佩德 耶稣你佩德和塞纳的君王 直到永远做王在全地 你也尊贵 威严 威仪上 就让我们赞美你 主要赞美的你 要充满我们里头 我们的口要充满赞美你的话语 我的心呈现于你 主要交换你的你 充满你的百姓 充满充满 言语说不出 他如何形容我 称我为悲哀 没有人想他 试着要看我 看往事 圣洁 言语容不下 真爱奔赏我心 天堂 宛绕我 天堂 宛绕我 天堂 宛绕我 我不能对持续爱你 我不能对持续爱你 我要个小 我要个小 我爱你 我不能对持续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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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个小 我要个小 我爱你 我不能对付续爱你 我不能对持续爱你 请天堂 挽绕我 天堂 挽绕我 我不能一直去爱你 我要他 我要他 我爱你 我不能一直去爱你 我不能一直去爱你 我要他 我要他 我爱你 不停止赞美 我不能一直在美你 我不能一直在美你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我爱你 我不能一直在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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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我爱你 再来宣告不停止赞美 我不能一直在美你 我不能一直在美你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我爱你 我不能一直在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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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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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叫叫神带给耶稣 爱欢呼吧 祝你快乐 他在哪里快乐 爱在美 爱在美 有用力 不在美 不在美 爱在美 主 爱在美 我的心 传送主 到永远 爱在美 爱在美 主 爱在美 我的心 传送主 到永远 快乐来带美 爱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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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爱在美 我的心 传送主 到永远 爱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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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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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 我不能 赞美 我爱 我爱 你 我不能 一直 赞美 我爱 一些 我爱 我爱 再 在美 来 赞美主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全庄主到永远 来 赞美主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全庄主到永远来赞美 来 赞美主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全庄主到永远 到永远 赞得赞美 祈祈公 全庄主 阿来路亚 全庄主到永远 祈祈公 全庄主到永远 阿来路亚 赞美你 我的天父感谢你 你配得一切的颂赞 你配得赞美 祝大卫如何激励在你面前跳舞 祝我们要在你面前有这样的经历 祝教导我们如何在你面前自在 祝教导我们如何带着敬畏的心尊崇你 祝我们用我们的肢体 用我们生命来尊容你 祝在今天早上 亲爱的圣灵 解除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恶 除去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蒙蔽 祝我们看见你美好的心意 奉耶稣宣告 这些都是为你的儿女面所预留的 那宝贵的产业 奉耶稣宣告我们就是那继承产业的人 主我们领受 你所给予我们各样丰盛的恩典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再把荣耀掌声给你 感谢神 感谢神 她是我的盘事 端开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是我的统赢 是我奉顺的荣耀 她的慈爱永不离开 是我的天赋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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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她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高台和山寨 它是我的盼石 盾牌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是我的供应 是我丰盛和荣耀 它的慈爱永不离开 是我的颠覆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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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它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高台和山寨 它是我的盼牌 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是我的供应 是我丰盛和荣耀 它的慈爱永不离开 使我一天赴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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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它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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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它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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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它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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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它 我要赞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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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神 圣经说要用各样的乐器 敬拜赞美祂 也要用舞蹈来赞美祂 神喜悦我们在祂面前欢心 好不好 请各位说是为了我的好处 在我们生命当中 难免有一些的问题跟麻烦 人生总没有像你一样百分之百的 就会那么的顺遂 那在遇到问题跟难处 你的头脑 你的自力 无法帮助你解决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好像人总要等到这一则时刻 上帝非常奇妙 所以接下来要请两位 一位是姐妹 赖茜莹姐妹来分享 她在灵力训练里面的见证 她如何经历神 我们把时间交给赖茜莹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大专主的赖茜莹 然后很感谢上帝能够让我有机会 站在这里分享在灵力训练当中 这个课程当中所获得的收获 那在第一课的时候就提到说 灵力训练的目的之一呢 就是经历祷告蒙应允 然后做耶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 然后这也是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的原因 然后一直以来我都很渴慕 能够为上帝站在台上做见证 然后我就跟神说 如果有一天呢 在学青的讲台上 如果我可以做分享 那该有多好 那就在一个多月前的一次学青聚会当中呢 那天看了一个影片之后 然后谢牧师就请 邀请说有感动的人可以上台分享 然后我还记得在那天当中呢 我的手一直举着 都没有放下来过 然后我就手举着 看着一个又一个人的 都一直上台 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叫到我 然后那时候顿时觉得有点失望 但是呢 那直到后来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为主上台做见证 我就跟上帝说 主啊今天无论是不是 今天无论是谁站在这个台上 为你做见证 都是你的荣耀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结果整个聚会结束之后呢 就刚好有一个机会跟牧师在分享我最近的经历这样 然后那时候谢牧师就开口邀请我说 借宁要不要 就是邀请你在主日的时候 上台为主做见证 然后那时候听了之后呢 真的既惊讶又兴奋 然后也经历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真的是超越我所求所想的 然后另外一个得着呢 就是在联力训练的第八课所提到的 从压力与枯竭中得着释放 然后就在上个月呢 我赶着回家 然后我就把我补习的笔记本 就是所有的重点呢 那笔记本就留在花莲 然后忘记带走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就是请我的好朋友 也就是我的室友 就是帮我寄过来 结果我两个礼拜过去了 就是笔记本就是没有寄到我家这样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 因为他寄的是平信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邮局查询 就是包裹的下落 然后接下来的每一天呢 我都活在面对家人的责备 以及面临考试压力的当中 然后连晚上睡觉呢 都因为担忧到睡不着觉 然后到了某天晚上呢 就是我的家人又一如旺常的 因为这件事就是有很多的责怪 然后那天晚上我真的要崩 就是情绪跟压力 真的都要让我崩溃了 然后我还记得当天晚上 就是我就知道我快不行了这样 然后就快吞下那个碗中最后一口饭 然后就跑跑跑跑跑跑到房间 然后就把门关起来 然后把门关起来的那个瞬间 我眼泪就掉下来 然后我就 我就跟神说 上帝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就是我已经不行了这样 然后我只能选择在你面前祷告 然后并且把我所担忧的事情 交托在你的手中 然后我所能做的就是只有信靠你 主要如果笔记本就是真的不见了的话 那我相信你在背后一定有更美好的准备 然后我的考试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 但是主要如果这不是你的心意 我相信笔记本一定会再度回到我的身边来 然后我也跟神说 主要我要选择原谅 原谅我的好朋友 因为他也不是故意把我的笔记本 就是记丢了这样 然后当我 奇妙的是就是 当我选择原谅呢 还要从忧虑物质的需要上面转向仰望神 然后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意念也学习放心的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隔天早上我就接到电话说 找到你的笔记本 然后觉得很感谢神 那后来我也发现在我考研究所的 选择考课的这件事情上呢 也因此得着祝福 那我本来是要选择A考课 就是我笔记本里面写的那个考课 然后因为后来笔记本不见了嘛 然后我就被迫选择了B考课这样 然后后来我在准备考试的上面 然后也听了老师跟我说的 原来我选对了选择 就是B考课才是真的比较好准备的考课 那也从这件事上 真的是操练了我对神的信心 然后也想起了约翰福音 14章26到27节说 但宝慧师就是 父因我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许上完灵力训练之后呢 有一天人家问你说 灵力训练第八课是上什么 你可能会忘记说 是从压力与枯竭中得着释放 但是你绝对不会忘记 在上课中 你所操练的 更不会忘记 你经历神的那些美好 谢谢 神成就了美好的事 不是照你的方式 是祂以祂看为好的事情来成就 所以你是要适当地交托 上面好奇妙 不单单在他身上 也在燕文的身上 行了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燕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雅各主的燕文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经历神的小故事 当我在研究所二年级的时候 神带领我到了一间国中待客一年 那我就很清楚地知道 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与带领 也让我很清楚地知道说 神带领我到花莲来的旨意 我借着灵力训练的教导呢 我要把我留在花莲的想法 跟需要的勇气 还有把我都借着主耶稣基督 跟上帝来祷告 因此我在研究所三年级的时候 就很顺利地考进了教育学程 那在一切看似美好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就是当我进了学程之后 我才发现学程只能让我教高中 那至于要教国中 有一门很重要的课呢 我必须要修到 但是那一门课 东华大学已经好几年没开了 那一阵子呢 我就照着灵力训练所教导的呢 用信心不断地向神祈求 直到丰收 因为我非常地确定一件事情是 神给我的意向是国中不是高中 于是我大胆地向神宣告 如果这一条路是神要我走的 神就会让我很顺利地 拿到国中的教学资格 那正当我来到了研究所最后一年 就是四年级的时候 看似已经绝望的课程 有了一个奇妙的转变 我正下地决心要打电话 问师大说是否可以让我跨校上课的时候呢 我的指导教授也在很巧妙的时间呢 问了我说 那修教育学程 有没有问题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把我 正打算要每个礼拜上台北 师大去修那一门课的情形跟他讲 然后他就安静了一下 然后就对我说 不如我们来合作 因为他正烦恼 不知道要开怎样三学份的课 然后正好我也需要这样的课 他可以试着帮我开开看 所以他就说 那他愿意帮我开这门课 那这也印证了灵力训练所教导的 当兼顾信心之后呢 就要行出你的所信的 那神才能够把丰收赤下来 正当我决定我要每星期 花莲台北两边跑的同时呢 神也就用这个奇妙的方式 让我在原本的学校 就修到这一门传说中的课 很高兴 在高兴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又得知了另外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就是老师为我开了课 居然跟教育学程的一门必修课冲堂 那有一个小时重复到了 而且大家也都选完课 那我那时候就只能厚着脸皮去问 那个教育学生的助理说 怎么处理 他这样会比较好 然后他也很想要全力的帮我 所以他就跟我说 叫我去办公室打电话 然后去问每一个修课的同学 问他们愿不愿意那个调时间 只要修课的二十几个同学 跟老师呢都同意掉时间 而且要签下同意书 这样子时间就可以改掉 那这时候我真的快要崩溃 因为好不容易得来的课程啊 就要 就感觉要泡汤了 那难道我真的就不能去国中教书了吗 所以呢 我想了很久之后 因为我很不愿意麻烦别人 所以我拖了好久好久 我才到办公室去打电话 那感谢主的是说 我当我跟老师还有每个同学 说明调课的原因 然后我几乎就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联络到所有同学了 那老师是非常愿意配合大家 那同学的大部分同学 也都愿意把课延后一节 那只有两个同学不愿意 他们希望说开学之后 再讨论调课的事情 那因为这是每个同学的权益啊 因为他们已经选完课了 那我也只好接受这个 不能调课的事实 那尽管如此 我依旧靠着灵力训练所学到的 让信心牢靠的途径呢 使我的信心有神的确据 过了没几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开学前 教育学生的同学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课的时间已经掉开了 当下的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流程都还没有跑完 我怎么可能时间就掉开 后来才得知说 原来教育学生的助理呢 趁着两校合并 然后课程混乱的当中 就直接帮我把时间给掉开了 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 尽管我去年的每个礼拜二 我要连续上七小时的课 然后每天 每个礼拜二的晚餐都能吃 早上买了饭团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上课 因为我知道这是神一切的作为 没有神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神迹在其中 这也让我可以更确定神为我预备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们 你觉得你很难从神知识到圣灵的能力吗 你想操练不依上师的信心吗 你想要让你的信心不再只是口中的宣告 而是成为现实生活中经历神的祝福吗 欢迎参加第六期的灵力训练 三月七号开课 报名截止日就是今天 要报名要快 谢谢各位 还等什么呢 结束后就请去报名吧 这些见证人都在我们中间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 你可以去观看他们的生活 以及看见他们的经历 上帝是可信的 今天我们要来谈美妙的事 美妙的事到底是什么事呢 是赞美神带来的福分 请跟我说赞美神带来的福分 赞美神带来的福分 在一刀之前我问各位 你容不容易去称赞别人 特别是太太或先生 容易吗 我的儿子他跟我说因为赞美 他说爸爸 我要想到有一个事情就是 有一个太太她预备了很丰盛的午餐 然后她先生回来的时候呢 因为她很开心的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她就问先生说 老公 这一道菜 青菜好吃吗 她说 还可以 那这个炒豆干呢 还不错 然后这一道卤肉呢 差强人意 太太听起来如果你是做太太 你会开心吗 她心里就已经慢慢地在上火了 她现在都不知道 然后她最后问她说 难道你就不能够说一个好字吗 正好她在喝一口汤 就说 好汤 那个赞美的话竟然就只有这一点点吗 所以你就想 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少了一点赞美的润滑剂在人跟人之间 那更何况上帝要给我们的好处呢 当然赞美不是为着要惨媚上帝 而让我们从上帝那边获得更多更好的祝福 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赞美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一切 像一个礼物一样尊荣上帝 这是一个对的心态 因此当我们谈到赞美的福分的时候 你需要先有这个预备 我赞美是为了要尊荣神 请跟我说尊荣神 不管情况好或坏 我要如何 我要如何 请你跟旁边说 你还在这里真好 你还在这里真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大卫他所写的诗篇 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五节 是用和尔本修订版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要实时持当忠忠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夸耀 困苦的人听见了就喜乐 你们要跟我一起 尊耶和华为大 我们来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求问耶和华 他应允了我 救我脱离一切恐惧 人仰望他就有光彩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们一起来祷告 荣耀主是的 我们必不蒙羞 因为我们有一位赐给我们光彩的最棒的神就是你 荣耀主在今天 我们仰望你 解开你话语的亮光 使我们明白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 除去我们心里面难当的担值 释放我们心得到自由 并且领受你所赐给我们丰神礼物 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幅情景不像是很多人常常有的渴求吗 老天爷啊给我爱 好像是哪一出连续剧 老天爷啊给我鱼 恐怕是他在上帝面前祈求 也许是一个感恩 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渴求 可是很微妙的是 我常常听到有人 许多人在遇到问题或挫折 或者是你交代人去做一些事情 不顺利的时候 那么他总是会用一些话 来刺激对方 责备对方 不然你是木头磕的是不是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会被骂过 不然你是茶头红啊啥 或者是你是茶客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被木头磕的 那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木头 可是当他骂他木头的时候 他不认识上帝 他又回过头来拜那用木头造的偶像 圣经说拜他的要像他一样 拜他的要像他一样 他们有眼睛不能看 有耳朵不能听 有嘴巴不能说 有耳朵有手有脚也不能够动 没有办法从他的作为起来 帮你什么样的忙 拜他的要像他一样 所以今天有许多人是 他不认识上帝 他崇拜他的知识 他也崇拜他的专业 他也崇拜他的某一个嗜好 结果他不认识上帝 他的心 他的表达就像他所拜的那个样子 各位可以来想想看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的背景是 大卫 他被扫罗追杀 为什么被扫罗追杀呢 因为他打败了哥利亚 当父女们在那里 歌颂赞美神的时候就说 扫罗杀死多少 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结果听在这位君王扫罗的耳朵里面 听在耳朵 苦在心里面 嫉妒在心里面 好啊 你们把称赞归给他 所以他的心里面 从嫉妒开始 并没有去处理 他没有欣赏到大卫 或者说有欣赏夹杂的一些的杂质 有嫉妒在里头 持续的酝酿 就萌生的杀意 恨意 准备要把大卫给除掉 所以大卫他不得已 需要从自己的国家 逃到外邦地区去 逃到哪一个地方去呢 菲利斯人的境界去 那个地方 是他曾经打败 哥利亚的菲利斯人 他们居住的地方 所以当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有人就 说出一些话语来 那个人 不是以色列的王吗 跑到我们这边来 他有什么样子的意图啊 是不是要来我们这边怎么样子 所以他很害怕 听到这些风声 他感觉到自己的性命 已经遇到危险了 所以他只好 做什么事情呢 没有办法逃出来啊 因为在他们里头 在他们核心分子里面 做贵客 他只好装疯卖傻 要让自己的口水流到胡须 然后这个样子逃出来 当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经历了上帝的同在 跟平安和拯救 所以他写了这篇诗篇说 我要时常称重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因此他并不是在情况好的时候 是在整个过程 一直到结束里头 他经历到上帝对他的恩典 因此今天 赞美也一样对我们很重要 那么重要在哪一个地方呢 他会带给我们福分 请跟我说福分 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 是赞美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而能够更加的健康 请跟我说赞美是让神掌权而更健康 这一节经文说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这边提到神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以色列是指谁呢 是现在你看得到的圣经记载的上帝的选民 也是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 就是你跟我 请跟我说 我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我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那个宝座 当我们看 事实上我们很快地 可以在脑海里面有一幅异象 那幅异象就是权力的中心 王权的所在 也就是那个掌权的 许多时候我们这一个人 很喜欢站在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我我我我我 比如说 当我们穿了一双新鞋子 然后呢 我们不希望别人踩到 希望别人看到 可是别人不小心踩到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子呢 啊啊 你怎么可以踩我鞋子 也许外面很gentleman 可是心里面很OS 那你穿的衣服很漂亮 当别人吃了某一家炸鸡排的鸡排之后 甚至说哇这么漂亮 你心里面会说 诶 少来 少碰 少碰 你的心就会因为这样子 对那个人也好 对你的东西被损坏 很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夫妻生活当中 有一些东西 你会觉得 如果是自我中心 也代表说 你这一个人 那个宝座 当王的 不是上帝是你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 把许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那我们的心 在遇到的挫折 或者是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在累积 累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我问问各位 如果是你的话 你是依靠上帝来赞美神 而创造健康 还是你比较容易 在遇到负面的问题来的时候 然后不断地抱怨 责怪 来制造慢性病呢 这中间有没有差别 有 因为圣洁 在希伯来文 有一个意思 是什么呢 健康 以及美好的意思 谁不喜欢健康跟美好 很多人看起来 表面上都很健康 而这边的健康 不单单只是指 你外在肉身的这个健康 还指的是什么 你心思意念里面的健康 举一个例子 有一对夫妻 事实上他们还蛮恩爱的 但是太太很喜欢吃红豆饼 那么这一天 他的先生没有买 可能忽略了 然后他太太突然想吃 他就打电话 给他上班的先生说 你回来的时候 请你顺道 到某一家店里面 去买红豆饼 然后他就说好 可是那一天 这个先生被上司骂了 然后他心情也不快乐 所以他脑海里面都在 萦绕着在公司里面的那一切 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 请问红豆饼回来了没有 没有 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 门一打开 然后太太就跟他说 红豆饼呢 我忘记了 太太就说 你怎么可以忘记呢 你怎么可以忘记呢 先生们啊 如果你听到这样子的话 你会怎么办呢 每一个人个性不太一样 这个先生就说 那我再去买 可不可以 门开了 啪啪 跑出去了 请问那一块红豆饼还甜吗 不甜了 不甜了 所以你看到了什么呢 事实上有时候我们 让我们自己的情绪 来做我们的王 一直在服侍我们的情绪 满足我们的情绪 满足我们的感受 请问一下那个感受 什么时候才能够满足得了呢 事实上是有它的困难 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是正在暴露出来 我们里头有不安 也有一些的恐惧 需要在商店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 因着这一个赞美 我们会更加的健康 有一个会有他在台北 他跟我分享说 不是 我有一个朋友 那这个朋友 他有精神上面的问题 恐慌症 对这一个疾患 我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可是据他的叙述 他说他无法在很多的人群当中 他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所以在上班的时候 事实上他非常的压抑自己 很紧张 常常握紧拳头 流手汗 特别有些情况会非常的危险 就是当他走在台北市的大马路上 要过马路的时候 如果人群蜂涌 有时候他会在那边并发 所以他很害怕 就射缩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会叫 有时候会哭 所以他很害怕 这样的情况发生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跟我说 我有一个感动 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 那因为他害怕人群 所以我就把他带到 上帝感动我 把他带到最前面 最前面只能够看到谁呢 而且是帅帅的牧师 对不对 没有了 他就怎么把他带到 前面去看到的是 乐手 敬拜同工 以及牧师 那么他刚开始不习惯 可是那一个敬拜的氛围 让他整个心就舒缓下来 舒坦下来 所以就在那一刻 旁边的跟我分享的这一位会友 他就有一个感动 牵起他的手来 举起手来 就是专心地 让自己浸泡在敬拜跟赞美里头 然后当他举起手来的时候 上帝做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是在这一位 有恐慌症的弟兄的身上 给他一幅画面 那幅画面就是 耶稣钉在石架上 为他流了血 而他这个恐慌症 被抽走了 被挪去了 所以就一股软流 从他的手一直软到他的心 我全身都感受到 不一样的感觉 旁边的这一位信徒 他自己也感觉到 有圣灵临到他们身上 就这样子持续一次 两次 三次 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的情况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现在他移民到纽西南 他的疾病得着医治 他结了婚 而且生了孩子 好快哦 用讲的比较快 过程没有那么快 各位我们看到上帝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奇妙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 有了问题 这个已经不健康 我们有了嫉妒 不健康 我们看某一件事情 不顺眼 不健康 当我们开始比较 当我们开始感觉到 喜许多多 不公平 不健康 上帝告诉我们说 你是圣洁的 圣洁就是没有疾病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 就是健康的 当神来的时候 要把saint all saints 所有的圣徒 也就是已经脱离 地上的病痛的 一起带来 他们无灾无病 无祸患 因此我们都需要 有心里的健康 外在的健康还不够 你更要心里面的健康 请跟你旁边说 你打扮得很好 心里面也要照顾好 第二个 赞美会使我们获得什么 胜利 赞美会让我们获得胜利 OK我们来看这节经文 一起来读来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 闭口无言 这是新一本 和本修订版的 有一点点小词句改变 他说 大卫说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大卫他一生经历许多的患难 也有许多的敌人围绕他 自己家里面的人 以及外在的 其他邻邦的 都要起来与他为敌 然而他晓得 自己没有那一个力量 所以这句话 当耶稣在一千年后 耶稣在圣殿里头 洁净了圣殿 他行了神迹 并医治了有疾患的人 甚至于让虾子瘸腿的 得麻风的 得了绝境 那有好多孩子 就在那边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上帝 那些法利赛人 心里面很不高兴 就责备耶稣说 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耶稣回过头来说 你没有念过圣经上 这么说吗 有 你们听见了 圣经说什么呢 你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的赞美 完全的什么 赞美 好像跟这一节经文 有一点点的出入 这一节经文提到说什么 建立了能力 耶稣说完全的赞美 原来那个能力 是从口中流出来的 孩子没有什么样的力量 他遇到了一条凶恶的狗 他自己没有力量 也没有打狗棒 可以驱赶他 请问他那时候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爸爸 妈妈 狗狗要来咬我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出于母爱 父爱的那种行动 你会冲上去 不顾一切地 打那条狗 把他赶走 这个意思是 大家会很清楚地知道 知道什么呢 我没有能力 我没有能力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说 赞美 就是明白 胜败 在乎神 知道自己没有力量 抵挡来袭的大军 而抓住神的应许 来赞美他 知道自己没有力量 来抵挡来袭的大军 而紧紧地抓住上帝 来赞美他 所以赞美会得胜 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赞美 而是为着我们 能够有一个自觉 跟心灵的认识 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像我们所想的 那么聪明 我们每一个人 也没有像我们所想的 那样子有智慧 要有这个认识 就只有从赞美 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 就只有谦卑 你才能够看到 你从来没有看过的 那些事物 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就一个例子 我们会遭遇外在的 可是有一些是 你看不见的 那个黑暗的灵界的事情 有一位弟兄 他在荣正街 花莲市荣正街 租了一间房子 那个房子 已经很久没有租出去了 原因是有人在那里上吊自杀 我不晓得 如果是你知道这种讯息 你还会租那里吗 然后他当然就心里面想说 我怕什么呢 我是基督徒 我到那边去 结果当他一住进去的时候 他渐渐地发现在夏天的时候 不用吹电风扇 开冷气也都很凉 你知道为什么呢 然后他感觉到 他那个碰层也不是很好 可是为什么睡起来很舒服 有呢 会咬 然后他感觉到好爽快 为什么睡觉之后 有人会在脚里面帮你按摩摸一摸 他开始感觉到长得毛了 他发现心里面毛毛的 所以他也祷告 可是他并没有学到 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 就是赞美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小组的人就进到他的家里面去 很明显地 见到那人都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 怪怪的 如果这里有两盏 各有40烛光的灯管在那边 就是120瓦在这边 那么进到里面去 照理说旁边都是白色的 应该亮 可是我们进去 那个房间的感受是什么呢 亮亮的 好像又放一层透明的 但是它有一点点灰色的颜色 透明 有一点点灰色的卡片那样子 挡在那个地方 就觉得真的有东西的感觉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 不是说好说歹 拜托你出去 没有 我们做什么 赞美 欢迎书人们赞美 我们拍一场 我们唱歌 我们宣告上帝的同在 我们明显地经历到 那一个薄薄的 卡在那个地方的遮蔽的东西 出去了 而整个空间就变得明亮了 我们心里面都知道 因着赞美 上帝把这一间屋子 因着死亡带来 人所不知道 灵界的黑暗全是给驱散了 后来因为工作因素 他已经调到高雄去了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认识这位弟兄 上帝做了奇妙事情 今天有许多人不晓得 原来他所拜的 他是正在做一个出入口 让你所不知道的灵界的势力 可以借着这个出入口 进到你的家 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敬拜这一位 创造宇宙的真神 这一位能够赐生命 掌管一切祸福的 这一位上帝时 当我们赞美 事实上我们正在 预备一个属灵界的出入口 让上帝的恩典 容易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来 今天有许多人无法得胜 是因为他们不巧的 这个管道 而圣经里面 这一位约莎法王 他自己曾经面临过一个境况 亚兰大军团团来围住 不死绕得该怎么办 在这个时刻 他可以按照理性 来分析整个战创 还有可能的情势 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选择这个地方要怎么防卫 要调派什么样军队 在主要的地方集结 可是他没有办法 对方敌军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在这个无能为力的时候 他转而去寻找上帝 他找到了一位先知 去祷告 那位先知给他答复 就是说什么 他说你们只管百列正事 在前头预备一批赞美的队伍 当你们歌声唱的时候 上帝要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观看 自己要不要动手 不用动手 刚才我们的弟兄分享 他在动手 可是上帝趁着那个混乱之际 就替他都掉开了 当上帝的恩宠 以及恩惠来到时候 你就会很惊讶地发现 制度 法律 规章 都要为了使你得着益处 而修改 像但依里一样 像约瑟一样 如今约沙法 他面临的这一个部分 他就在这个地方 寻求上帝 之后当他得了一个答案 他照着去做 就安抚所有的百姓说什么 他说 信上帝的话 就必立文 信他的先知 就得亨通 所有的人都把这句话 听进去了 不是就在头脑 听进去了 所以当他听进去的时候 果真上帝就派了伏兵 击杀了十八万几千人的 那个伏兵 什么做的 不知道 但是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情 因此 当我们遇到精神上面的 婚姻关系上面的 或者是 在教学过程当中 需要有突破的 以及在我们生意场上 你要面对人 有些时候那些问题 真的像大军 往我们身上 爬过来 爬过来 也不是爬 扑过来 你就可以晓得 那样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 请跟我说 你要怎么办 赞美 要怎么办 赞美 赞美会让我们得胜 赞美就是明白 胜败不是在于你自己 而在于上帝 第三个 赞美会为神的救恩开路 好不好 请跟我说 赞美为神的救恩开路 赞美为神的救恩开路 这里有合本 修订版跟心理本的圣经 挂胡了 是心理本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 连红色的字 也把它读进去来 凡以感谢献祭的 就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那预备道路的 我必使他得着 得见神上帝的救恩 我们再一次好吗 来 凡以感谢献祭的 就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那预备道路的 我必使他得着 得见上帝的救恩 我们中间有些人 也记得一些经文 比如说什么呢 我要以感谢进他的门 以赞美进他的愿 哪一个比较快 比较接近呢 当然是赞美比较接近 这边提到的感谢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 把这句话读一次 赞美神打通 我们跟神之间的路 使神能将救恩赐给我们 这边提到说 神当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时 我们更快地 能够从上帝那边 领受救恩 救恩在旧约 希伯来文 他的声音是 耶稣啊 耶稣 耶稣啊 耶稣亚 意思是什么的 上帝的拯救 在新约 救恩 是一个字 什么样的字呢 瘦肉 瘦肉 好不好 请跟我说瘦肉 请跟旁边说 不是肥肉 瘦肉 这一个字 意思是包含着 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拯救 肉体的 灵魂的 以及 祂的丰盛 祂的恩宠 祂的帮助 祂的力量 祂的智慧 祂的光照 祂的引导 所有一切 你在人生当中 以及在永恒世界里头 所需要的一切 都透过谁 能够得着 透过耶稣基督 的救恩 我们可以领诵 那 这一个领诵 是怎么样子 去得着 透过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需要 在信心中 来宣告 跟承认 所以你的话语 是有力量的 你安闷吗 所以神要我们 到祂面前来 到祂面前做什么 有时候你要等候 可是有时候 神经说 你要开口求 不灰心地求 但是耶稣也说 你们要赞美 感谢 好了 用一个例子 跟各位分享 我们中间有大专生 如果你是初次离开 自己的家乡 到外地去救赌的话 你心里面一定会很孤单 想要早点回家 也许有些人会 太好了 我终于离开家 也不一定 可是 我的女儿是 比较练家的 所以她会希望 早点有机会 回到家来 做什么呢 取暖 可以回到家里面来 多得到一点 爸爸妈妈在家里面 家人在一起的温暖 然后 有一次她回来的时候 因为时间也很晚了 事实上我也有一点累 她就说 爸爸 我肚子饿 可不可以带我去 买一点东西吃 我就跟她说 有点心甘情不愿的 也有半开玩笑的 但是 那个成分比较少 我就跟她说 好啊 但是你要自己出钱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晓得 原来这句话 射了一个箭 中了她的心 我会警觉到 我好像说错话了 我的女儿 实际上她回来 是要驱暖的 我早应该知道 这件事情的 可是因为我 有点累了 怎么办呢 好 出去 出去的时候 她就说 爸爸 人家我的同学 她的爸爸 在她的女儿 回来的时候 都会带她去吃这个 吃那个 我心里面就有OS 拿我跟别人的爸爸比 然后呢 她回来的时候 还会问她说 你的iCash 拿给我 还把它加到满 我心里面就跟OS 我说 加到满是多少 她说 一千块钱 我心里面就想 好啊 你拿它跟我比 我都还没有 几乎没有 拿别人来跟你比 我心里面就想说 好 她给你一千 我就给你两千 加到宝 还外加一千块钱 可是心里面 总是过不去 所以 心里面就在 打量这件事情的时候 老实讲 已经有老不舒服 在里头了 所以就带她出去 买宵夜 然后她自己 去买她手工用品 那我回来的时候 在车上 她就 声音很低沉地说 爸爸 没有味道了 我不晓得是我 没有味道 还是东西没有味道 还要吃的感觉 没有味道 可是很明显的是 那要吃 这个东西的味道 已经没有了 不是它 已经被我吸光了 没有了 不是那样子 所以她说 没有味道了 然后呢 回到家里面 很沉慧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心里面就说 主啊 我怎么要说 那样子的话 伤了我女儿的心 事实上 我心里面也always说 人家的孩子 也都是很孝敬的 好不好 人家的孩子 我都没有拿来比 人家的孩子 他们都多体贴自己的家长 可是你呢 你呢 心里面立刻有这样的声音 可是我立刻止住 我说主啊 不行 不行 我不能够继续地 让这一个声音下去 所以回到家里头去 因为东西已经少了味道 我放到客厅上桌子里头 她跑回到她的房间里面 把门关起来 还按了一声 哒 那一声就是她把门锁起来的 你知道 那个 她这样子做 她说的这些话 我很对心感 然后感谢神是 谢师父他很有智慧 敲了她的门 进到房间里头去 跟她说好 说台 安慰她 也告诉她说 你的爸爸 就是喜欢开玩笑 那他也能够去 他就说 可是我不能够开这种玩笑 然后两行列都掉出来 我不能够开这种玩笑 然后呢 我在 我跑到那一区 我听到这句话 就赶紧地跑到 顶楼那个地方去 我在那边说 哦 上帝 我的女儿 这样子说我 我被比较 真的很不甘心 难道我还做得不够吗 可是没有多久 我心里面就开始说 你要教导人 你在灵力训练 训练 你怎么现在又 回到以前去了 是 对 怜悯我 主 我感谢赞美 让我有这种经验 原来当父亲不好当 主 我感谢赞美你 原来儿子跟女儿不一样 主 我谢谢赞美你 让我可以晓得 原来他回来 是盼望能够在家里面 多陪他 让他有一点 多一些的温暖 因为外头 事实上有很多的竞争 他需要安慰跟鼓励 我就赞美神 赞美神 那么 当他下来的时候 谢赞美带着他 已经到客厅 那个滋味回来 他开始吃了 我就摆低我的姿态 去跟他说 女儿 对不起 我不晓得 我这样做 伤了你的心 我也不知道原来 你不能够开这种玩笑 对啦 爸爸 我不能开这种玩笑 爸爸爱你 好了 我也爱你 过了 他就开心地吃了 那事情好像解决了 可是我过不去 我就继续了 离开现场 到我们家住的屋顶那地方 我就跟沙帝说 沙帝啊 我要赞美你 我要感谢你 你是要让心里面的感受 过不去啊 我继续赞美跟感谢 我说 神 你要帮助我 你也要给灵运 就是 我说错他的名字了 没关系 我一直在教会都很低调 很少抢他的名字 好 OK 那 求你给他一个明显的记号 因为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让他感觉到温暖 可是我觉得 我是带着一个 似乎让他受伤的心 然后回过头来做的 那个味道 我觉得我不喜欢 所以我求上帝是 给他一个记号 让他知道他是你心中的宝贝 当我向上帝祷告 上帝给我一个平安 我就下来 然后我们都好好地休息 睡觉 隔天到了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打电话来说 牧师 我找你找了两个礼拜了 上帝一直吹逼我 一直感动我 就是要为你的女儿祝福 这里这是一个 要让他的女生 他已经是小姐的 他需要制装费 请你替我交给他 当我拿到的时候 我说主啊 你做的怎么那么快 所以我就把女儿叫来说 女儿 登登 你知道我 我还拿给他 所以我跟他说 女儿 我跟上帝要一个 他非常珍惜你 爱你的一个记号 现在来了 你知道他的眼睛是 散着亮光的 嘴巴是 嗯 嗯 嗯 他知道上帝爱他 在那一个心门 向上帝更敞开的时候 他经历了 圣灵充满 他经历了方言 他经历了上帝 在赞美境外中 把他心里面的某一些 害怕跟恐惧给抽走了 他更加的坚强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上帝能够做 这奇妙的事情 为我们打通了一条什么路 领受救恩的路 今天我们听归听 很多人无法得着 是因为无法持续 一直顺着自己的自我感觉 良好的时候我做 我感受不好的时候 我就摆着 以至于上帝的祝福 仍然放在他的仓库里头 而今天许多人 仍然过着他自己维持的生活 一直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就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 开通了一条路 能够领受上帝的救恩 最后一个是什么 赞美就是我 以上帝为乐 请跟我说 赞美就是以上帝为乐 赞美就是以上帝为乐 是我以上帝为乐 每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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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经文这样子说 我们一起来读来 你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再次来 你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 以耶和华为乐 但是以耶和华为乐 是大卫他的经历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 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乐 我们把它读出来 那我们可以在这节经文上 有些明白 请来 赞美 赞美帮助我全新的快乐的接受一切现况 并确信神有最好的安排 再一次来 就摆脱了 就摆脱了你的自我中心 也不会被自我中心吃掉 累积了很多年以后 在网路上曾经看过一个保温杯 很喜欢 终于等到有一个机会 那么信用卡银行就说 你的点数可以换多少的东西 我就看到了 我常常有看到的这个保温杯 还有这个品牌 我喜欢 那么当我看到它的时候 好喜欢 我有了 我就喜欢的 那你知道 我当一个人爱谋一个东西 跟物件的时候 那不想要让人碰的 也不能够掉在地上的 可是当我拿了这个 要到教会来放在这边用的时候呢 就交给歇斯姆 那因为歇斯姆需要有进出的动作 他不小心让这个东西 啪掉在地上 所以那一声 啪 不是他的声音耶 是我心里面的声音耶 感觉到 啪 破掉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心碎破掉的那种感觉 我心里面本能的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这句话跑出来一半 我立刻又收回来 感谢赞美主 这边还有一个小Key角在这里 心里面就感谢赞美主 上帝告诉我说 这个是东西 你的姐妹不是东西 好不好请你跟他旁边说 你不是东西 其实在跟他说 很诚恳地跟他说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那我把他看得比谢师母重要 所以他碰到了我的东西的时候 我没有骂他 我骂的谁 我会骂谁 我会骂谢师母 那请问一下 煮饭给我吃的是他吗 不是啊 陪伴在我旁边的是谁啊 是他吗 虽然他也会 可是他会告诉你说 甜蜜蜜 我好爱你 不会 然后心收起来了 然后就到教会来了 好 前面过去了 感谢赞美主 没有关系 那么因为我不喜欢一些标签 把它撕掉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标签 很难撕 撕掉了 有一些胶质 胶水的污渍在那里头 我就想要把它给涂掉 那后来就到我们行政办公室 看看有没有一些可以去自由 可以把它涂掉 我忘记它可能是压颗粒 或者是塑胶的在外屏 然后我们同工就拿着 闻起来味道 我知道那是甲本 当它涂的时候 我发现怎么没有光滑 而且还是越来越粗糙 我说好像没有办法 他说怎么会呢 他就越涂越多 我来试试看 面积越来越大 你知道变成这么大 小小的一点 然后变成这么大 当你的眼睛看见你心爱的东西 在这样子被折磨的时候 好像那个磨砂纸在心里面 戳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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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感觉 我心里面就感觉是 我心爱的 可是我没有叫出来 也不好意思叫 可是当这样的情况过去的时候 多久的时间 我收拾起来两分钟 两分钟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弟兄那么的乐意帮助我的忙 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 处理的并不是很理想 很满我的意义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是 他很热心 而且他非常用心用力的 单单这一点就很值得 称赞他 那我的心力课的收拾起来说 主 感谢赞美你 要是一些人 有些时候你看到外面 这个不美观 可能你连整个都会把它丢掉了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绝情 在婚姻中也是这样子 可是他的功用在不在 他的在啊 他的功用还在不在 在 可是在整个过程中 上帝却教导我说 为什么那么快 轻易地去放弃 你看中的是这个 还是那一个人 你看中的是这个事情 还是那一个 跟这个事情 有份拆在里头的人 当这个优先刺激有的时候 我说主 感谢赞美你 我留下它 我说这是提醒我 我有不完美的时候 提醒我 有不尽理想的时候 也提醒我 没有那么能够 如神的意 跟如你的意的时候 但是我却晓得 功用还在 功能还在 我会因为这样子 感到欢喜快乐 所以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奴役 你就不会被自己的情绪奴役 也不会因为这些东西 站满了你的心 你忽略得更重要的是 陪伴在你旁边的配偶 以及你的家人 同事跟伙伴 你会变得更加元首 放低你的身段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 从赞美里头知道 当我们赞美 我们会越来越健康 当我们赞美 我们会经历什么 得胜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 让神很快地 把祂的救恩赐给我们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最后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了 我们就晓得 我们不那么自我重心了 上帝有祂的美意 就如同刚才 各位聆听的那两位 弟兄或姐妹的见证 上帝绕了一个圈子 可是却让他们经历 好奇妙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最后赞美的方式 是我们要来练习的 我们读几节经文 然后来看看 跟我们身体的 哪一些部分有关系 这节经文 就是刚才所读的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 我要时常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你因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要欢呼 我的性命 就是你所救赎的 也要欢呼 你们当向上帝 我们的力量大声歌唱 向雅各的上帝欢呼 高唱诗歌 挤打手鼓 弹奏悦耳的琴瑟 这边提到说 大声歌唱 还有欢呼 欢呼 这一个字 是指着什么 大声喊叫的意思 在原文里头 有大声喊叫的意思 好了 最后这两节经文 万民啊 你们都要鼓掌 用欢呼的声音 向上帝呼喊 因为耶和华 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因此从这里你看到 要用什么 用你的嘴巴 这一个人很像 我认识的一个人 但不是他 如果认识他的人 大家会知道我在说谁 好 还要用什么 用你的手拍掌 以及拍手 你可以举手 举手 而且拍掌 而且来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练习一下 举手 你举着 然后现在我们拍12下 试试看 我告诉你 你赞美神是一举两得 因为当你常常举手拍掌的时候 五十间一定会远离你 因为正在做练习 这是上帝给我们附加的价值 因此当我们懂得 上帝的话语 要我们开口也好 开口包含欢呼 要我们拍手 也包含了举手 包含了呼喊在这里头 是为着我们这一个人 因为当你开口的时候 有些人习惯不开口 事实上你会闷出病来 所以当你开口的时候 你正在把一些负面的东西 正在清理 不是用你理性理解的 而是在你心灵里面 你会知道 神正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些闷闷不乐的 或者是一些惆怅的 还有你感觉到 无法解开的一些的死结 都能够在那个地方 为你解开的 这不是你做的 刚才我提到 赞美就是 你要很清楚知道 我无能为力 放低你的身段 谦卑地跟上帝说 上帝我需要你 所以上帝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因此开口赞美 跟拍手赞美 我相信对我们不是难的事情 会很困难吗 不会 OK 那我们要来练习了 我们来读一次来 开口赞美 拍手赞美 会使我们整个人 抒请过来 抒请过来 又很健康 和乐而不为了 上帝真好 好 OK 你看到这条狗 它能够 它那张嘴巴 应该要警告主人的 要去驱赶那些 入侵的废徒 可是它现在被绑住了 这条蛇紧紧地 把它的嘴绑住了 没有办法 今天有很多人 事实上嘴巴无果开 是因为它一直容许自己 负面的想法 一直repeat 一直在那里重复的 重复的 所以你的记忆刻痕 就越来越深 现在你要忽略这些 不要管别人 所以我们练习会怎么样做呢 第一个 我们要开口赞美 如果你在声音上面 只是这样子 主耶稣 我相信 你是良善的 尝试提高一些些 主耶稣 我相信 你是良善的 一步一步来 如果你身上是主耶稣 我相信你是良善的 你要再提高一点点 主耶稣 我相信 你是良善的 一样的 依此类推 如果你的声调 是比较低的 再提高一些 让这一个练习的经历 经验 在我们脑海里面 留下印象 当你离开这里 在家里面的时候 这个印象 神的灵会帮助你 回到这个时刻来 然后让今天的画面 帮助你 能够突破你的问题 跟困境 可以吗 可以 好 让我们一起立 我们请进卖同工 好不好 请听我说 我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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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要开始说 当我为你祷告之后 我说开始 我们就要在这些词句里面 第一个部分有诗句 第二个部分有两句 第三个部分有一句 那么我们要练习 那请你就按着这个练习 来帮助自己突破 好不好 请你跟他旁边说 我一定会突破 我一定会突破 天会要奉你的名为 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 主啊 你的恩惠 不单单只给特定的人 是给每一个到你面前来 寻求你的人 主你说我们寻找要寻见 寇门要开门 主啊 我们赞美你 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宣告 我们的赞美 要带下你天上的救恩 你救恩里头 所有的丰富 在我们各样的需要上面 都有各种恩惠 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主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当乐器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主耶稣 我 indications 你是良善的 主 耶稣 我相信 你是良善的 主 耶稣 我相信 你是良善的 主耶稣 我相信 你是良善的 主耶稣 我相信 你 是良善的 主耶稣 第二句 耶稣 我相信 我的一切先况 有你最好的安排 耶稣 耶稣 我相信我的一切现况有祢最好的安排 你的旨意是平安的 丰盛的 美好的 你的旨意是平安的 丰盛的 美好的 我要为一切的好事 与一切的难处赞美你 我要为一切的好事 与一切的难处赞美你 我要为一切的好事 与一切的难处赞美你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这样的面前宣告的时候 也许你没有那么快的去经验到 也许你的配偶 你的朋友 在你提一些暗制的时候 他向你摇头说 很不好 很不好 你要开始赞美神说 主感谢赞美你 他没有硬着景象 脖子还能够转动自如 如果你的太太总是用一些话语在批评 或是你的配偶 你要开始赞美神说 主我感谢赞美你 他的嘴唇的肉 还有嘴变肉都非常的发达 我感谢赞美你 可以吗 可以 第二个部分 你要大顺的赞美 提高你平常一定要多一些就可以了 而且要举手的欢呼 最后我们喊的七字 就呼喊 我们欢呼 会持续15秒钟到半分钟 好 准备好了吗 1 2 3 Halé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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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сред �瓶 Haléluia Chan má 000 Chanish 一句來 七字請開始 主 我再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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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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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祖先天 最後 最後 我們要舉手 加上拍手 各位留意 有時候我們的手如果 你的掌聲非常的響亮很好 但是你在旁邊的人 可能耳膜並沒有那麼的厚 所以要顧念到他 我站在張牧師旁邊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兩塊鐵一樣的 噹噹噹噹噹噹 連不是他就跟我說你也一樣啊 差不多意思 所以他就從我們中間離開 後來我就稍微收斂了一下 顧慮到旁邊人的耳膜 你個人的時候你要盡情的 可是在這裡頭你的心有了 一樣的 你手可以舉高 你耳膜比較遠一點好 準備好了嗎 好 我們要一起拍掌 而且歡呼宣告 拍掌跟歡呼預備 來 哈利路亞 主耶穌 我以你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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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我不能停止贪美你 我要皇父 我爱你 我停止贪美耶稣 我不能停止贪美你 我不能停止贪美你 我要皇父 我爱你 我爱你耶稣 我不能停止贪美你 我不能停止贪美你 我要皇父 我爱你 再来说 我停止贪美 我不能停止贪美你 我不能停止贪美你 我要皇父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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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赞美主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沉从主 到永远 来 赞美 来 赞美主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沉从主 到永远 到永远 来 赞美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沉从主 到永远 来 赞美主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来 赞美 到永远 来 赞美主 最后再来 赞美 赞美 来 赞美主 我的心 沉从主 祝 来 赞美 要赞美 来 凌云 我爱 赞美 来 赞美 来 赞美 来 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天文里的仆人 奉耶稣的名 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们听到了你宝贵的话语 并且立即要专心来遵循 主求你让他们经历 你的赞美 带来你天上的各样美善的恩惠 也经历上帝你是如何止的接近我们 也经历上帝你就在我们身旁 在我们心里 随时随处出入都有你的同在 而且有你的平安 主啊你的慈爱向盾牌四面围绕保护 你也预备了你的慈悲和怜悯 供应我们所有需要 主奉怜悯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经历你的大平安 经历你丰盛 经历你的恩宠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奉耶稣的名 Amen 谁能够经历上帝就在听了持续的练习的人 你很快要经历我今天跟你分享的 这些都是很实际的 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遭救我们的 盼望下一次 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 能够听到你跟我分享 护士 我经历到上帝很美好的带领跟祝福 上帝为我开路了 为我预备的配偶 我的工作有着落了 我的经济翻倍了 感谢赞美主 好吗 在离开之前 请你跟三位弟兄姐妹 给她一个你心里面感动 想要给的祝福 请开始吧 今天上帝祝福给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主